这次主演了 昨天出演是到江苏代表团 看完政协委员 讲了一番新制生产力 就习主席这次两会 他主推新制生产力 二十大他主推中国是现代化 这次主推新制生产力 那么今天中国新华社在报道 蓝一号的今天演出 他是这样报道的 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今天出席全国人大解放军 和武警部队的代表团的全体会议 要求全面提升新型领域战略能力 大胆探索新型作战力量 建设和运用模式 充分解放和发展新制战斗力 这个是习主席在新制生产力之后 第一次扩大了新制的领域 就是样样都能新制 行行都能新制 这个习主席今天开了大门了 就犯新制 习主席开了绿灯 而且习主席带头做示范 所以未来几天不排除习主席 又提出新制文化 新制科技 新制宗教 那么习近平在讲他这段 新制战斗力的时候 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他说二十大以后 中共中央推动高质量发展 全域出发 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新制生产力 这为新型领域战略能力建设 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就习主席强调要趁势而上 把握新型领域发展的特点规律 推动新制生产力 与新制战斗力的高效融合 双向拉动 因为他这个说法的 就好像是新制生产力是一回事 新制战斗力也是又是另外一回事 这两个新制 还可以高效融合双向拉动 新制战斗力可以拉动新制生产力 新制生产力可以拉动高新制战斗力 这个习主席想法还是很新鲜的 很有意思的 他把新制生产力与新制战斗力 弄成了一个同一范畴 和同一规格的问题了 还双向拉动了 这个显然是习主席有点胡扯了 就如果即便我们爱习民说的 新制生产力的话 那么它也是一个基础性的概念 就各行各业都抑郁着这种新制生产力 这个逻辑上还说得通 你不管有没有这回事 从逻辑成题上来讲 新制生产力它应该是基础性的 但习主席看来双向拉动高效融合 两回事 新制生产力新制生产力 新制战斗力是平起平做的 那么新华社在报道 今天习主席这个演出的时候 说陪同的人有谁会议由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霞主持 中央军委副主席何卫东 中央军委委员刘正丽 张声明参加会议 你看报道这地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 新任国防部长 伟登都看不见 新任国防部长在中共军方的角色层当中 这个国防部长还没有在这个全程 所以你也能看出来 就习近平他对这个国务院的组成机构 对中国对外的军方代表 国防部长是有多么的轻视脸视 那么对于习近平今天呢 讲这个新制战斗力 这个重大新闻呢 LT想与网友分享五个方面的观点 首先第一呢 你看从这个南一号两会召开以来 他的公开演讲的观点来看呢 就习近平这次参加两会啊 他的心事不在两会上 他的心事不在发展目标 不在什么工作任务上 他的心事呢 在推销他自己 推销他自己的这个新词 你看昨天在江苏代表团 反复讲这个新制生产力 跑得正邪也去讲新制生产力 那么今天在军队又讲新制生产力 就他似乎啊 对人们关心呢 中国的经济增长问题 对发解地方债的问题 房地产危机的问题 对通货紧缩的问题 这些好像汐水都不关心 他就沉醉于他自己的这个理论体系 新词新制生产力上面 其他的都没兴趣 所以这个体现呢 习近平他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边 他这次两会 他主要想做的事 是完善他自己提出的这套理论 牛头不对马水的理论 带头玩坏这个新制生产力的是习近平本人 因为之前与网友分享 习近平提出新制生产力 哎呀大家都觉得不明觉厉 也不知道是个新制生产力是什么内容 但习主席提的啊 那不能够轻易的去怀疑 跟着唱就好了 所以大家都在谈新制生产力 哎今天习主席好像新制生产力还可以活学活用 哎解放军可以谈新制战斗力 行行业也都可以谈新制 哎这样一弄呢 大家都觉得这个新制就没有那么神秘了 就没有那么不明觉厉了 原来啊样样都可以新制 所以说犯新制化玩坏这种新制生产力啊 谁也没想到是习主席带脱来玩坏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第三与网友分享观点呢 习主席犯新制化 犯新制生产力样样新制生产力 这个马上就得到了这个 全国人大代表的新民神会 哎你不是说解放军可以新制战斗力吗 哎我们各号各页都对照一下 哎我们是不是也要搞新制生产力呢 那么今天中国的著名的酒厂的这个董事长 武良业四川武良业的这个党委书记 董事长全国人大代表曾崇新 哎人家就心理神会 人家今天对新华社讲说 哎我们这个武良业就属于新制生产力 他为什么这个武良业是新制生产力呢 人家正代表讲了 尽管白酒啊是传统的产业 但是白酒量造过程当中呢 涉及分子遗传学 微生物学 风味化学等多个学科 所以说哎我们白酒行业啊 属于新制生产力 那么不知道这个两会代表委员当中 有没有洗脚行业按摩行业的 如果有的话马上表态 我们洗脚行业也是新制生产力 哎我们的洗脚的配方 哎那是高化学什么 微生物化学 都可以做新制生产力 按摩也可以啊 天上人间也可以啊 因为你卡罗克设备啊 那个什么按摩床啊 那都要有高科技的成分啊 所以说新制生产力 放化娱乐化 没想到这么快就形成了 过去要玩坏习近平的一个新提法啊 总是反贼来把他玩坏 你比如大大 习近平很得意 中共党媒啊 媒体称他为大大 后来反贼就把大大玩坏了 因为什么呢 反贼去喊金正恩是金大大 尽管80后 哎那也是大大 那个埃尔多安 土耳其的也是挨大大 普京是普大大 那最后呢 中国网民就得出个概念 大大呀就是独裁者 所以这样的习近平他感觉到 哎这个大大看来是个贬义词的 是被谁弄成贬 被反谁弄成贬义词的 当然习近平还有其他很多词都被玩坏了 那么这次新制生产力 RT认为早晚会被玩坏 但是没想到习近平带头玩坏 这个全国人大代表 立即把他玩坏 这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第四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 这种白酒新制生产力 到底是高级红还是低级黑 或者就是忠诚 RT实在是判断不出来 就不知道这个五粮业的 他是究竟是出于高级红低级黑 还是真的是赞美习主席的 这个新制生产力 RT相信习主席判断不出来 你能够由此能够想象 两会之后各行各业 都会进行的加入这种新制生产力 就全民加入新制生产力 所有行业都会变成新制生产力 你很难判断 究竟是低级红还是高级黑 在毛泽东时代呢 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没有人敢去对毛泽东 低级红高级黑 那个被发现了 那会要命的 但是今天呢 还没有到那样一个地步 所以你很难判断人们的 这样一些动机 但是感觉上来讲 白酒啊 甚至香烟啊 这些都成了新制生产力的话 RT感觉呢 这个对习近平并不利的 第五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 这种白酒成新制生产力 将来包子成新制生产力 按摩洗脚成都成新制生产力 习近平会怎么面对这种现象 发生呢 就是犯新制化 习近平会怎么面对这种事呢 他会不会自止的 叫停呢 RT认为他不会的 这个就是你能看出来 习近平与毛泽东的差别 就毛泽东呢 他执政时期 他关注的是谁真心的拥护 你是假万岁 假喊万岁 还是真心的爱戴毛主席 这个是毛泽东 他一直考虑的问题 习近平他着急的是什么呢 他现在还没有那个精力 没有那个能力去辨别 谁真心的 谁是假的 就习主席现在担忧的是啊 到今天为止 还没有人敢出来喊万岁 到今天为止 还必须习主席自己来亲自部署 如何贯彻学习近平思想的活动 就没有林彪 没有人出来拍马屁 只能自己拍自己 所以说当习主席面对 白酒是新制生产力 包是新制生产力 按摩洗脚成新制生产力的时候呢 他不会感到懊恼 他不会感到呢 被嘲笑 他会认为 只要现在有人跟进 只要有人跟着他一起讲 他就认为是一种享受 他就认为是一种满足 他根本没有那个精力啊 根本没有那样的愿望 去辨别人是真心拥护 因为现在习近平太需要别人的吹捧了 不管是讽刺性的吹捧 还是真心吹捧 习近平就缺被吹捧 所以这也接受了 习近平的一些个人崇拜运动 为什么都玩砸了 他的根本原因呢 是他在自编自倒自演 而没有呢 普通民众的跟进 所以当然会玩砸 所以新制生产力被玩坏 也进入了倒计时 以上是今天有网友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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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多想看到你 那依舊燦爛的笑容 再一次釋放自己 我多想看到你 那依舊燦爛的笑容 再一次釋放自己 作詞・作曲・編曲 初音ミク 作詞・編曲 初音ミク 作詞・編曲 初音ミク